现在我们先去讲一下 究竟是什么社区的公民约彰 我们给我们的窗户人员 张远康先生 谢谢 我们转到POWERPOINT 这个POWERPOINT是我们的职员 MAX 这位是精美制作 其实MAX也是这个月才开始正式在约张 和大家一起做不同的事 当然因为他目前应该做半年的 约张需要够酬钱 因为酬钱才让到MAX 如果大家想再看到MAX 可能大家在未来 其实都要共同找多些资源 可以撑得住MAX 那MAX就撑得住大家 很重要 这个POWERPOINT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这个slogan 社区公民约彰 其实就是现在约彰的标志 或者Logo来的 其实那个主题 大家都希望就是 命运自主由社区开始 其实社区公民约彰 其实它怎么来的呢 一开始 其实那个idea 都是雨伞运动的时候 开始就发展出来 因为雨伞运动的时候 14年那时 就是仍在占领期间 大家就说要散落社区 散落社区就回到社区里面 就是重新去发展我们的民主运动 因为看到就是 但是雨伞运动 那么多人出来佔领 上百万人去过佔领区 但是都不够力 你说改变政府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方向 不仅是改变对方 也都要改变我们自己 那改变我们自己呢 那个下手处在哪里呢 就是在社区那里 所以其实2015年开始 其实陆陆续续 大家都觉得就是 在社区里面 我们怎样可以再做多一点的事情呢 因为大家都看到就是 在社区里面 如果就是运动过后 在社区里面 可能自己看着电视 或者看报纸 或者看Facebook的时候 都见到很多 或者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自己一个面对他们的时候 通常都很失落 或者很失望 就是可能之前反高铁 那立法会通过撥款 大家看着电视 看着Facebook 又不知做什么好 那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就是 不行啊我们这样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 自己家里的时候 一定很失望的 那怎样才可以有力量呢 就觉得其实要一个平台 再遇大家在一起 于是就有社区公民约章 这个运动就展开要了 那所以其实呢 约章的缘起呢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你说遇上运动之后 大家要民主运动 或者社区大家生活更加好 真的有一个真正的改变呢 而不是纯粹看着很多不公义 很多令人伤心 令人不快的事情 在我们眼前发生 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到它呢 那就需要在社区里面重序 那所以就有约章这件事出现 那而约章的精神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 雨沙运动里面 大家经常 不知大家同不同意 很多人就会说 我们不要大台 我们要命运自主 那当然去到extreme 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来的 那但是确实里面的精神呢 确实也是民主价值里面 我们需要贯彻还是需要体验的 在社区规划上面 或者在社区营造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死的 有些可能像我住的社区 我住在烏溪沙的铁路站那里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社区可言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新发展的一个地区 而呢 只有一些新起的高楼大厦 然后最近可能是一些比较旧的 或者是居屋那个位置 有一些小公园 但是这些新的大型发展项目 就是所谓的地产商标签为一些豪宅的 就是包装为豪宅的 但是实际实用面积都很小的这些单位 其实是没有什么社区的生活可言的 就是都是楼下有个商场仔 那如果有呢 就是这些新建楼本 就有个所谓的clubhouse在那里 但是clubhouse大家都知道就是各有各去的 就是你去做健身、游泳 但是大家没有交流的 是零交流的 那大家都不知道左右轮舍是谁来的 所以他都觉得就是 如果你要改变这种生活 改变这种社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参与一个社区里面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区 也不参与呢 是重要的 那也都是在社区里面呢 有更加多的组织 第二点所说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 同时间要参与不同的组织 大家凝聚在一起 这样才可以在现在这个香港社会呢 做第三点有一个真正的改变 所以在这个约章里面呢 当初你说上年 7月开始propose的时候呢 窗议的时候呢 其实都有五点 就是大家觉得一些很基础的共同 大家觉得是要推转的方向的 那你见到就是一至四点呢 其实都是讲社区 其实五点都是讲社区 其实五点都是讲社区 只不可以讲公民啦 自主啦 经济啦 参与啦 还有体制的 那这些呢 其实在社区里面 大家都可以去拓展啦 去隔身啦 那才有一个新的香港新的社区的 那可能大家在Facebook啊 或者一些Lift里面 大家都见过 那我就不详细讲了 因为它里面都是讲一些 大家可以改变的方向 就是在公民里面 有社区参与啊 社区的自主啊 可能一些 你说地方的财政预算啊 公民大会审议啊 大家都要尝试去重新提倡 他们要尝试去实践做 那才可以有一个突破口 有一个突破位 是可以改变到社区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啊 提及过的一些开头的倡议人 但其实这些呢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有哪个倡章倡议人呢 有哪个倡章倡议团队呢 其实都不重要了 因为最重要的是 大家今天坐在这里的在座每一位 因为你们呢 就是约张最大的推动力 亦都是约张最重要的核心 因为来际呢 其实大家的名字呢 就应该是replace了这些倡议人 大家在社区里面呢 成立的不同的组织 凝聚的不同的平台呢 亦都是应该replace了这些倡议团体的 因为大家才是来际的新方向呢 最大的动员能力来的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图 基本上都是想说 就是其实 参加约张的呢 可以由左至右 就是社区 就是市民 社区公民 民间团体 区会参选人 都在过往的半年呢 其实是有支持过约张 声援过约张 或者提倡过约张的 那因为其实约张呢 实际上 它其实是 真是BB仔 一年都不够的 基本上上年7月开始提倡 9月呢 就开始有一些活动啊 一些平台出现啊 所以实际到 譬如9月到今年 其实3月都只不过 一半年仔的寿命 一个这样的长度 而这个基本上呢 约张它的架构呢 大致上呢 都可以分开两边 然后我画一条 就是如果有虚线呢 就应该在这里斜下来 那其实呢 我的右手边 可能大家在左手边 这些呢 其实是 当初那些约张倡议人啊 约张团体啊 他们聚在一起呢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在社区里面 推动不同project的一些架构 所以其实一些 培训小组的 那些叫什么 coordinator 那些联络人 那些联络人 而右边呢 其实才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 约张现在大概 有五个区 就是新界东 新界西 九龙东 九龙西 港岛 其实五个区呢 大家其实 可能每两个月或一个会员呢 都会有 地区交流平台会议 大家聚在一起 去聊一下 就是每一区里面 大家做了些什么 有些什么呢 可以互相学习的 有些什么呢 是可以互相协作的 可能跨区之间有些新的活动 就是比如我们 上两个礼拜 上个礼拜 其实开了一个叫做 都是就是 地区交流平台的会议的嘛 那不同组 其实都有讲到 比如他漂输的经验 他一些耳手回收的经验 他一些他在地区里面 就是不同活动的经验 其实互相 可能大家提出来的时候 觉得 我两个区没做过 对科区做过 很吸引 怎么做的呢 就是这样慢慢累积经验 那里面可以提到 就是可能 开头我们可以是 漂输回收 再慢慢发展下去 可能是 你说更加 sorry 就是漂输分享 更加大的 就是可能是一些 耳手密的回收和分享 然后可能再上一个层次 我们可能要租个仓泥 让五区可以共用到 这些这样的意念 那这些都是大家的 发展方向来 那这个讲到就是 小约章 其实就是去年7月街均 开始就正式 其实是 招收约章人 希望大家可以签署 支持约章 成为约章的一部分 那这些都是 上年7月1开始做的事情 那7月1之后 大家是做了 可能过来两个月的联络工作 就开始有一些 约章简介会 就是好像今天的约章简介会 那上多日 就好像大概是 每一个月 都是每一个月 两个月一次的 那就是可能 可能有一段时间 可能有 十多二十三十几个 新的约章人来到 那我就需要 有一些简介会 让大家知道 其实约章下一件 怎样一回事呢 来后会怎么发展呢 大家聚在一起 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又有些什么是做过的呢 去到去年10月11月左右 大家都知道有区议会选举 所以有一堆区议会的候选人 参选人 他们都说他们很认同 约章这个概念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去参选区议会 甚至在区议会 无论当选 落选之后 在社区里面做的事情 其实跟社区公民约章说的 是很相近的 因为他们参选区议会 都觉得其实是 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社会要改变 是由我们的社区开始的 大家讲香港的时候 那香港是什么呢 香港不是一个纯粹概念 香港都是讲我们的生活 讲我们的家 讲我们的归宿 那我们的归宿 确实就是讲我们的社区 十八个社区 去到区议会的时候 也都很得到这批参选人 他们的支持 当然最终 有三个参选人就成功当选 其实其他的参选人 在社区里面都陆陆续续 都仍然是在做不同的社区公主 亦都是得到很多的支持 譬如你说西环有西可办 他们都是努力地开狠 即使你说西环当选不了 但是目标是 可能未来四年的社区变化 如果有幸的话 未来四年之后 那个区议会选举 可能他们会再当选 然后可以有更多资源 继续推进社区里面的不同project 那 除此以外 其实你说 若将人之间 大家其实都很强调 我们有什么工具 资源 知识 或者经验 可以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今天聚在一起之后 有一些新的意念出来 那些意念 带回到社区里面 又可以有一些支援 可以实践到 所以我们有社区公民培训 其中一类就是说一些社区记者 社区记者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知道社区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社区的project可以做的时候 其实都很需要知道社区有什么事情 正在发生的 当有社区记者的时候 其实就会知道社区里面的消息 这也是其中一个idea 就是为什么有社区记者 培训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还有其他就是 比如公民审议工作坊 我们也请过台湾的一个审议的专家 吕嘉华 他的审议就是 大家也听过 deliberation day 戴耀廷提出占宗的时候 就经常说 我们要D1D 我们要商讨 今天我们提倡的商讨 就希望让戴耀廷 他当日提出的商讨 可以再做多少些事情 就是当时可能占宗 他的D day 可能大概D3次 之后大家就去做事 今次希望就是 我们的deliberation day 是可以再改变 是香港适用到的 我们社区里面 可能一些街坊 如果你会搞一个公民大会 或一个全民大会 或一个地区大会的话 怎么搞呢 怎样可以和D day结合呢 怎样它纯粹不是谈完之后 大家就各散东西呢 然后在D day里面 真的可以谈到某些东西出来 谈到某些策略 然后谈到某些实践的呢 譬如大家可能都身受其害的 你说领展 那你说很垄断 现在地区里面 商场 它究竟是有什么店铺 究竟是 即它的多元化 其实很狹窄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 其中一些idea 就是可以透过公民大会 大家去处理这个议题 大家聚在一起去想想 领展这个议题 我们如何去处理呢 如何去抗议呢 如何可以有多元的经济呢 如何可以有多些选择呢 如何可以有多些选择呢 不是纯粹得领展 去主导我们社区的新务 主导我们社区的商务呢 有没有多些可能性呢 如何去做呢 这些都是一些 这些未来期望可以 大家聚在一起的 一些可能性 或者一些方向 那其他有一些呢 就是说 都是跟社区公民约章 那个理念相合的 就是 其实社公民约章 都不是纯粹说社区的 它都是说 我们要由社区开始 其实是重新营造我们的力量 令到可能社会制度 政治制度 都有一个变化 除了改变我们自己之外 改变社区 改变生活呢 也都后来 其实是要改变制度 而改变制度 可能大家以往几年 或以往十几年都见到 就是一些支持民主的力量 我们在地区 其实经营得 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而见到建制派 其实他们在 这二十几年 几十年来 即使他们经历过起起伏伏 但是他们在地区里面 是扔了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功夫 有很多的组织 譬如他们是为了支持政府的时候 他们动员了很多的组织出来 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网络 但是 我们在说 原来社区 好像这方面 是缺乏很多的经营的时候 这方面似乎 社区公民一章 也都可以做了 那我们如何去重夺我们的组织呢 社区包围政权 如何在社区里面 重建我们的力量呢 如果社区是无法包围政权的话 社区的意义在哪里呢 除了我们所说的一系列之外 所以也都有一些所谓的 居民组织的攻略 如何和大家一起共同 想想 就是每一个据点 我们如何把它抢回来 如何令它重新开放 是大家可以参与到的 而不是纯属好像维标 一些业主立法团 亚者唯威卫 才相受受这个情况 其中也有另外一些工作方 就是一些聆听技巧培训 就是大家到社区 可能面对一些 你不喜欢 跟你意见不同的人的时候 你不知如何处理它 就是你见到它 可能心里已经很生气了 已经觉得 大面都已经合上另一面了 但是呢 我们不处理它 又可能是回到那些 所谓的黄丝和蓝丝的区分 就是可能一家人里面 或者一个亲戚的家族里面 大家都因为意见面了 是没有办法冲下去 所以都有一些 社区聆听其他培训 就是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帮到若章人 就是当面对一些政见很不同 或者意见很不相同的人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面对它们呢 如何去知道它们在想些什么呢 既然我们是否可以知道它的心 想些什么 转化到它的心 令到它成为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伙伴呢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方向里面 期望是可以给到大家的技巧 让大家一起在社区里面 有更多的拓展 所以未来的一些 约章的方向呢 以往半年 有一些我们可能实践过的方向 有些试过的经验 刚刚有一些很粗疏的一些分享 在座可能有一些人 其实已经本身是地区里面 一些在从事约章的成员 可能大家待会分享的时候 可能会得到更加多的inspiration 有更加多的体会 有更加多的新的试试 新的project想做的 而未来呢 除了刚刚提到的意外呢 社区公文约章 或者秘书处 就是刚刚一个简介图里面 有大家左手边的那些东西 就是一些统筹 那我们都可能提出一些议题 例如退休保障 五月提小贩 例如领会或者领展 大家可能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要选这些议题 这些议题是否可以拓展呢 去provide一些工具 技巧资讯 给大家可以继续拓展这些议题 不是这些都可以的 其实不是困死的 因为社区公文约章 最大的动员力 或者最大的力量 是来自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呢 就是社区公文约章里面的约章人 也是决定社区公文约章 它的方向是何去何从 最重要的核心 所以这些呢 是我们这些秘书处里面 proposal的方向 有更多的 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发展 也都希望可能 譬如刚刚整间 我们用的时间 去想一下 还有什么新的方向 还有什么其他拓展的方向 而可以慢慢继续变 继续推 那现在大概刚刚都有提过 就是其实社区公文的章 大概都有分五个区 那就是一二三四五 大家其实一眼看完 那这个就是 刚刚有提过的一些 事情 挑书 这些绿色圣诞街站 新年辉春 在街头看球 就是去年这个中港大战 大家都是有做到的 都有不同点 其实都有几百个人参与的 社区导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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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呢 是来近一些 进行中计划中的计划来的 一些十年电影的 例如在放映会 在公共空间 例如是否可以在 好像刚才中港大战 那个看球放映会 都在天桥底下播放呢 嘎嘎嘎嘎嘎嘎 即是立法会选举 那我们是否都可以做些事情 例如我们搞选民登记站 一方面就是 选民登记 另一方面就是 选民登记 另一方面就是 成为逆章人 两方面同时做的 并且大家都知道 就是区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 可能就有少少不同 立法会的参选人 可能很少提出社区议题 但社区议题是重要的 那我们是否可以主动去 例如设计访谈 然后去问候选人 你对社区的不同的议题 你去看快些什么呢 我们是否都可以提出 我们的议程呢 等他回应呢 等他回答呢 亦是一个更加良性的互动 可以令到双方有更多的思考呢 我们怎样可以更加积极地 介入立法会选举 而立法会的参选人 怎样可以更加积极地思考 就是社区 在选举之间的关系 可以怎样继续去进步 或者进化呢 而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件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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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就是刚才提到 有不同的project 但是呢 都是需要资源的 所以我们 其实社区公文一章呢 其中一个idea 就是希望可以仿效这个 Fatwire 去做这个众筹 Fatwire 大家可能听过 就是香港新成立的通讯社 他是透过这个网上呢 大众筹复的平台呢 是成功筹一款刊 然后呢 成立这个香港的通讯社 就发放消息给世界各地 成立一个国际的通讯社 那么社区公文一章呢 我们都希望就是 我们譬如有刚刚说的 我们社区培范 要给人更加多的资源 工具 知识经验 而同时间呢 可以在社区里面 成立一个platform 让不同的职业人士 可以聚在一起 就是譬如维修香港 开画师 律师 音乐人 艺术家 书法师 那些记忆班的朋友 都可以聚在一起 令到大家去想 不同的project的时候 觉得我们需要 更加多创意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 mechanism 可以知道他们在哪里 如何聚在一起 以至去到社区网址 我们说 要知道社区发生什么事 要有社区记者 去到 我们如果要搞社区公民大会 我们需要知道 整个流程如何去处理的时候 这些社区审议搜查 这些种种 例如一至四个的一些 意念计划 都需要资源 所以来进来都希望 是透过一个众筹计划 可以筹到款项 令到社工人一章 是有更加多的资源 和大家继续走下去 令到社区更加美好 真的可以令到社区有个改变 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心目中的归宿 也都可能能以往 大家说 香港是人人为我 我为的这个状况 是真的可以回到香港那里 而不是纯粹理由我诈 纯粹理真我断 所以才会有 我们半年以来 去到今天 今天继续有 这个所谓社区 约章的简介会 其实约章简介 刚刚我都大概 高达了一些 刚刚半年发生过的事情 其实都大致 现在就去到这个位 未来会怎样走呢 这五个支柱 是不是会够变呢 其实就好看大家 其实觉得社区 改变 我们要往哪个方向 继续走下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呢 继续需要处理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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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